哈喽大家好我是坚哥 让我们今天聊一聊 早春雷强当中的两个小问题 一个是心理问题 第二个就是一些上不上瑜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心理问题呢 就是说同样是二十多度 那为什么你那边已经上瑜了 我这边怎么为什么就是不给口呢 这是一个大家现在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其实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那同样是二十五度 那有的地方开口 有可能甚至达到爆火的一个现象 那甚至有的地方还没有开口 这个就是一个早春的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虽然说你当地看似温度非常高 但是由于温差比较大 堂口比较大 这个呢就是如果再深入一点讲的话 就是一个还有一个资源 以及堂口的大小深浅 温差这几方面 然后导致就是说你当地制黑鱼 是提前开口 还是说开开口的比较晚 其实说实话摆中心态非常重要 我们要做的就是说等一等就行了 等一等温度 等这个鱼真正的达到了那个活跃度的时候 你再去打 它不是不可能不开口的 但是前提你是必须确定这个堂子里面是有鱼的 然后再聊一下第二点 就是说好多兄弟们在雷强 早春雷强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还有好多新的钓友 他们就是说不懂 为什么说有动作了 明明看见黑鱼的他不咬呢 其实说实话 也是非常重场 要做的也是等 还有一个在我们要等这个温度 等时间的一个观念上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简单的换一个时间段去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中午的时候啊 12点到2点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温度非常高的时候 然后你去打只是有动作 但是他不跟他也不咬 甚至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拖挖的过程当中 拖着拖着 鱼直接一个水花 鱼没了 遇到这种现象 要么就是说 这条鱼 这个弹口马上就开口 要么就是说 有可能你换一下时间 他也可能会开口 就是说 你在中午的做掉温度最高的时候去打 他不给口 那么行 可以 停一停 到了下午三四点 甚至到四点到五点的时候 我们再去试一试 然后再试一试会不会开口 只要是我们确定这个堂子里面有鱼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等时间 等温度 等这个鱼的活跃度上升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 雷枪做掉 然后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 给口 上鱼 好吧 兄弟们 这些 这两个问题 我们就是说 不需要就过于纠结 人家都上鱼了 我不上 看见鱼了 他不给口 早春雷枪 非常重场 好吧 兄弟们 谢谢你们 我是颜哥 感谢大家一个观看 好 谢谢 再见